好 接下来还要跟嘉欣哥继续讨论 其实呢 这之前有媒体报道 柯文哲打算把这身为陆配的新住民 发展协会的民运理事长徐春 应要纳入他的部分区 那绿营都现在群起围攻 那赖清德也指称说他是共产党员 如果当立委接触到所谓的国防外交机密的资料 台湾会有危险 好 抗桌牌 芒果干 看起来又炸裂又出现了 您怎么看 赖清德不满人家过去的身份 赖清德是不是在绕着弯骂蔡英文 过去也是国民党 是不是在绕着弯骂陈水扁 你过去也是国民党 还是在绕着弯骂现场体 你过去还是调查局的线人 赖清德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啊 也就是说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 赖清德作为现在的副总统 他好大的共和清措 中国大陆在我们中华民国的宪法 在副总统的嘴里面 他是一个国家吗 中国大陆是我们的大陆地区 别人不懂装傻 这边鬼扯淡就算了 你副总统 执政党主席不能讲这种不负责任的话呀 要不然你今天出来跟我们讲 赖清德出来告诉我们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你承认的一个独立的国家 你讲讲看 会有怎样的结果 大家想知道吗 真的我不想知道 因为这在我们的宪法里面是违宪的 所以说我们跟中国大陆 本来就没有互相承认国籍这些事情 只有一个籍叫户籍 也就是说徐春英 他要取得中华民国身份证之前 要取得我们的身份证之前 他必须在大陆办完一个除籍 这个除籍叫除户籍 他的户籍从此以后是从台澎金马去发的 他也没有再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空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在他办完除户籍 这个动作之后 把他的国家护照都取消 他再也不能拿大陆的护照 他只能拿中华民国 我们的护照 跟台胞证回大陆 这是事实 赖清德知道吗 那当然你去看 就是说民众党在对付民进党的这方面 就显得很嫩 他连这些话都说不出口 可是 你在这些时候 其实曾经这个 我相信从马总统就是陆委会第一任的这个主委 一路这样子走下来了 是不是能够让大家理解一下 就是说我们不需要 我们不需要被民进党这样子骗 这样子恐吓 甚至来想一想 过去这么40年 大家好不容易的和平交流互动 然后多少陆配 嫁娶到了台湾来 为我们贡献了多少的人口红利 也帮我们填补了多少的劳动力 这些东西 你赖清德作为执政党主席 去感谢人家都来不及 怎么还可以去给人家扣帽子 怎么还可以去伤害人民之间的情感作对立 这是不道德的 徐春英如果有任何像赵天龄那种违法乱纪 跟中国间谍被你抓到的事情 你出来讲这些话比较合理 但是今天徐春英没有 人家就是一个自己当老百姓的角色而已 所以你不管是蔡英文 赖清德 陈建仁 你们应该用对待 你们现在在检视一个 中华民国公民徐春英的态度 去检视一下你们的赵天龄 去检视一下你们其他 像是郑运棚 这些跟大陆不甘不敬 还在那边成立人头公司 还在境外萨摩亚成立纸上公司 转一圈进大陆洗红钱的这些 民进党执政的立委 去搞清楚自己在做哪些恶心的事情 去搞清楚真正该被积压起来的 其实已经是赵天龄了 你赵天龄国安无法要办的就是这种人 跟大陆不甘不敬 还在境外会面 然后还奇奇怪怪的 有什么交付交换 调查局不用知道 民进党不敢知道 这些事情都是不道德的 我们今天讲所有的新住民 大家也可以理解 台湾现在的出生人口 已经低成这样子 你如果再去贬义 所有每一个新住民 对台湾这块土地的贡献 以及他们当人家妈妈爸爸的那个身份 我觉得就真的是很可耻的一个执政党 应该受到所有人的唾弃 我曾经跟一个在民进党政府当过政务官的 以前也是立委 也当过律师的一个很有名的政务官 问我说您的夫人是所谓的外省第二代 那你怎么好意思在外面骂 这些大陆来的都是中国猪呢 我说你这样回去要怎么跟你的小孩交代 他们的母亲是谁生的 他们是谁生下来的小孩呢 这民进党自己的标准 民进党的丑陋 其实就是用骗 用蛮鹤 用政党实力来碾压老百姓 我觉得是不道德 好 谢谢嘉信哥的评论以及分析 还有观点 感谢您 谢谢 那同步我们来关心的是 台湾新著名发展协会 刚提到名誉理事长许春莹 传出将列入民众党部分区引发热议 批率的侧异粉砖 现在挖出一段影片 指称内容是在这个许春莹 在桃园这家餐厅高唱共产歌曲 那民众党总统参选任柯文 只在台东被问到这个事情 目前是没有多做一个回应 只说每个人要为自己来辩护 许春莹只是来报名 海选计划的人选之一 另外对于妇女的政策 柯文哲也做出了说明 还是那一句话 就是说每个人要为自己辩护 我在讲台湾民众党 是提供一个海选的机会 它是一个来报名的 在过程当中没有 如果遇到质疑它去应付 对我们来讲是 反正我们那个不分区名单还没决定 对我来讲它就是自己投鉴来报名 海选计划里面的人选之一 就这样 每个老百姓心中都是最关心自己的生活 所以对妇女同胞来讲 从国家安全一直到他年轻妇女的 这种托儿所 育婴所 反正还是那样 其实在现代的妇女 我们常说三明治世代 常常被迫 比如说家里长辈有人生病 他们说是主要的照顾人员 所以常常上面有公婆要私后 然后旁边又要负责家事 下面就 我们常常把这种照顾小朋友的责任 都嫁给他们 所以这典型的 现在这种中年妇女是典型的三明治 所以一样 政治是决绝人民每天生活的小事 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 这场运作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